今天打了一下这个亚萨卡的竞技者power 这是一个特助版本 市场价格在1400左右 之前其实我打过这个普通版本的 就那个竞技者power 那款产品其实在五六版这个价位 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吧 那只版的主要感觉就是 比较通透手感很好 然后借力呢一般般 但是呢不算肉 在中进台其实打着有点像外置的感觉 只是说整体手感偏通透一点 不是那么扎实 退台之后底劲稍微差点意思 那么这个竞技者power特助版本 这个已经贵到大概两三倍的价格了 这个比较特殊在哪呢 这是采用一个大版面 其实大版面的板子我打过挺多 这个大呢有点大的离谱 我们知道加大版面的 最主流的应该是数字968 160x150的大版面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已经达到了165x155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恐怖了 因为我沾胶皮的时候 这不是我的板 因为是球友发给我 让我换胶皮 当时正手扎的这个奔腾国套 这得亏是刷了一遍油 否则呢这个长短是不够的 你看它165 奔腾本身就是165 正好刷一遍油 拍头的话就顶出来一点点 将将八八把它这个切下来 这个板子底板是91点几 不到92克 整个的这个重量呢是197 贴拔的 刚才捡完正手 奔腾国套40度 反手呢是一个挺拔的量子 这是一个47.5的德套 那这套组合我说一下 打起来的感受吧 我刚才是正好寻了训练啊 找了几个队员 四个难队的队员 身高都是一米八二 把我们五个人的这个感受 给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说这个板子虽然是市场版 经济者power的升级板 但整体的风格 我觉得有八九分是相似的 就是你在中进台 会拍的时候 中小力量下啊 手感还是依然那么通透 借力还不错 当你拉球的时候呢 持球很稳啊 旋转很强 这个二速很炸 但是美中不足 就是力量还是 虽然说比之前那个市场版 有所加强 但整体来的感觉 还是不是偏这种 底势大的 还是中进台的板子 但是比较矛盾的一点 就是这个大板面啊 确实是开始用着不太舒服 它不光是这个重量和重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板面越大 就相当于这个力弊越长 但是你挥起来可能越猛 但是也越耗费体力 另外一个这个大板面 会带来什么样的弊端 就是说我基本上 我不知道这个板子的板头在哪 或者说你都找不到这个天曲 经常是莫名其妙的 就会出现失误 这个主要表现在正手 稍微摩擦多一点 保险多一点 它这个速度还是不够 就整体的弧线偏短 就是你拿它拉球 你不需要加保险 你基本上就是撞住了往前 无论是在中进台 还是在中远台对拉的时候 你稍微蹭的薄一点 它马上就掉下来 就正手的毛密在这 反手呢 相对来说比正手稍好点 因为这个是色套 是不是 出球的速度还可以 有时候爱出界 吃球感稍微差一点 这和正手是 稍微有一点区别 那么摆速这块 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很笨重 就像我们开车 开一个五米多长的 大车的一种感觉 不是特别适应 就是我们五个人打 基本上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打一会儿 就感觉很疲劳 尤其是在反手的时候 因为反手的手腕 是稍微应该往下掉一点的 这个撕两板之后 感觉特别的坠手 其实197颗的重量 对于蝴蝶板面 我打过的也不少 不感觉有多大的负担 但是这个板面太大 就特别有坠手的感觉 总结一下吧 这个整体来说 有没有提升 有提升 但是1400我觉得不太值 你说卖个六七百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这单纯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是不太喜欢这么大 即使卖六七百 震踏板面 我拿着也是感觉 稍显笨拙 这还是相对来说 说的好听一点 其实真就是挥不动 这是最主要的 并不是说重量挥不动 就是刚才这个队员打起来 也是这种感觉 就感觉阻力很大 因为这个板面越大 它越兜风 那它优点还是持久好 稳定 旋转很强 这个二跳非常差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让我买 我肯定是不买 我也不是做什么广告 因为这板子也不是我的 就实话是说 分享一下 我结合这四名男队员 短时间的感受 好 这就是本期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